方块马上就要刷新了 去的们 还有三秒 两秒 一秒 这 这怎么又是绿宝石块 但是今天晚上是雪月 我不太想出去挖了 况且我们家里边现在的绿宝石 还有不少啊 看一下 其实说实话也不算多 算了 管它呢 雪月就雪月 咱们出去挖点 能挖多少是多少 什么时候雪月完全到了 咱们什么时候再撤回去 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的第一次雪月啊 不太知道这个僵尸强不强 所以我们尽量要稳妥一点 快点挖 第九个 十个 十一个 看一下能挖多少啊 十二 十三 十四 我感觉不太妙呀 还没来吗 这雪月什么情况 为什么还没来 天津完全黑了呀 雪月降临 快快快 赶紧回去 雪月来了 快快快 我不太清楚啊 这僵尸厉不厉害 挖了二十一个啊 还行 放在箱子里边 这雪月感觉也没有 什么僵尸呀 就有个别几个不太多啊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打我们家里边的动物了 哦 我明白了 雪月的僵尸它会重堆下来 你看这个数量还是不少的 而且它的攻击性更强啊 开始打我家的动物了 我的狗 还有我的长颈鹿 不过也无关紧要 我觉得这些僵尸并不厉害啊 咱们出去和他们打 然后呢 尽量把这些绿宝蛇全部都挖掉 就这么点僵尸吗 那我可要挖了啊 我现在就希望 不要有成群结论的僵尸降落到我的头上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耳观六路 眼听八方 哎 我们就要一直挖一边看啊 看一下有没有僵尸什么的 但是我感觉目前是安全的 因为是空倒嘛 哇 这就 哎呦 他在我们家 但是他过不来 一定要小心啊 时刻注意观察头顶 不要有僵尸降落到我们头上 哎 这边来了一群啊 不行 这群肯定是要来打我的 我们先回去 来了 这边还有僵尸 这个陷阱 我放在这边好像有些不躲 哎呦 打不到 不管了 先进去 后边要来了 哎 后边的僵尸呢 没有来呀 那我还想再去挖啊 兄弟们 这个绿宝蛇对我的诱惑 实在是太大了 必须要挖 走走走 继续 现在是37 哎 完了 哎 没关系啊 兄弟们 还有17秒就刷新了 这个绿宝蛇我们就不挖了 哇 这个水已经变成了红色 很恐怖啊 但是这第一波雪月 我觉得 哎 其实 难怪也不太怕啊 没有什么僵尸 因为这个空岛的面积呢 它本来就很小 那好 现在的话 咱们就在家门口守着就行了 这僵尸过不来 哎 你看 我们这个陷阱还是特别有用的 哇 又刷了铁块 哎呦 雪月为什么会刷这么好的东西 不要勾引我 铁块我觉得我们家应该是够了啊 他们过不来 哎 咱们可以打他们 这雪月也太无聊了吧 没什么僵尸 应该是不能睡觉 哎 雪月不能睡觉 但我们就在这边一直等待天亮吧 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 看到我们左上角有一个末日点数了吗 现在是21 我们在雪月只要击杀僵尸呢 就可以获得这个末日点数 有了末日点数之后呢 怎么就可以兑换一些物资 或者是弹药之类的 所以说雪月 我们必须要出去打怪 必须要打 看到没有 学的吗 我们现在这个刷石机里边的水 已经变成了红色 来吧 尽量多打一些 现在是第28天 再过两天的话 僵尸就会发生一次金变 我希望在下次金变之前呢 我们可以做一把枪 我太希望有一把枪了 好的 整整打了一个晚上啊 我们现在这个末日点数 已经到达了100多点 现在已经雪月过去了 现在已经安全了 那我们现在应该干什么呢 只能等待第30天的到来了啊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这什么 又刷了一些青金石啊 青金石我们现在不用挖了 没有用 哎不对 兄弟们 我突然注意到 这个东西不是青金石 它是这个海底战蓝钉 哇 是这个东西啊 可以啊 多挖一些啊 哦 雪月过了之后 我们会刷一些好东西啊 不过这个东西也不能做枪呀 能不能来一些锡矿 或者是薄金矿 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这两个东西 有了它们 咱们就可以做枪 哎 不管了 先把这个海底战蓝钉 全部都挖完 时间不多了 不过我们已经挖了一组多了 三二一 蜘蛛王 哎呦 这 这很烦啊 那好 兄弟们 那这期呢 视频我们稍微短点啊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我们只能等待这个锡钉 或者是这个薄金矿刷新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枪了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大家拜拜 拜拜